获奖小战被怀疑注水,赵丽颖被群众嘲讽,杨子被粉丝指点。 微博世界大会,29项荣誉,杨颖,肖战获奖被疑注水,赵丽颖遭群嘲。 不知道昨天的微博世界大会,大家看了没? 没看的朋友,想必也刷到不少红毯照。 相较于各项荣誉,红毯造型更加吸睛,群星汇集,怎少得了争美斗艳呢? 不过,正是因为大家对红毯照的喜爱,给本次盛典带来了不少流量与话题。 目前,各项荣誉也已经出炉。 其中,最引人关注的还是各项年度演员奖,名单如下。 年度新锐演员,杨超越,陈哲远,白雨帆,年度突破演员,金晨,许卫舟,年度魅力演员,关小彤,吴锦颜,张天爱,年度优秀艺能, 孟子义,杨迪,年度期待演员,毛小彤,谭剑刺。 年度实力演员,黄小蕾,曾礼。 年度瞩目演员,陈飞宇,王贺帝,年度优秀演员,赵露丝,年度热度演员, Angela Baby,年度表现力人物,肖战,年度品质演员,张若云,赵丽颖,年度口碑演员,刘敏涛,张凯丽,年度影响力演员,雷佳音,樱桃。 本次共29项荣誉,获奖艺人多达40余位,获奖作品近50部,包括综艺及影视剧。 从获奖名单可见,实力派与新生派都有上榜,对此,不少网友表示这奖项是批发的吧, 只要参与都能拿奖,质疑其含金量。 对于微博的公信力也表示质疑。 本次的会场远不及微博之夜,舞台也很简陋,欲可为,邓紫棋的两个舞台音效也很差。 此外,对于年度热度人物杨颖,大家也诟病颇多,认为他没什么作品。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评选作品,不光包含影视剧,也包括综艺,而它就是凭借综艺上榜。 三位年度魅力演员,更是被指示选美不是选演员,关小彤尚可,有作品有演技, 而另外两位,张天爱、吴锦岩近年来确实没有好的作品,倒是在前段时间的浪解三里人气尚可。 更让人遗憾的是,连奔跑吧极限挑战这类真人秀节目都能获奖, 而高口碑作品《山海情大山的女儿》却榜上无名。 足可见奖项确实有失偏颇。 而对于年度品质演员,口碑演员,影响力演员,实力演员,优秀演员, 大家还是比较认可的,雷佳音,樱桃,张若云,赵丽颖,刘敏涛,张凯丽, 演技国民棉简,有作品,有口碑,赵露丝的转型之作《星汉灿烂》也是小爆的剧, 黄小蕾在人世间里可圈可点。 虽说,奖项被质一注水,人手一个,但放眼整年, 确实有不少优秀演员脱颖而出,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, 似乎都值得一个殊荣。 获奖作品里时光音乐会生生不息,这两档音宗颇引关注, 都是湖南卫视的新音宗,也是仅有的两档获奖音宗, 足可见观众对其的喜爱。 观众喜爱影视音乐人欲可为,也是实至名归, 近年来给不少影视作品献唱过。 他的时间逐语路过人间,知否知否相信大家都听过。 邓紫棋的新专辑《启示录》荣获突破创新音乐连续剧讲, 新专辑里他突破自己,不断创新,非常值得。 在现场,邓紫棋还献唱了《你不是第一个离开的人》, 唯美地装造,细腻的歌声,非常抓耳,不愧是行走的CD。 此外,昨晚的关小彤也美翻了,不少人说他赢麻了,你觉得呢? 颜值失常,杨子被粉丝指点。 杨子在即将到来的微博重要事件, 众议外地被粉丝们叠叠不不得。 不久前,博主发帖称, 杨子和肖战已经确认将共同参加第29届微博视觉大会。 这是这对夫妇第三次携手参加这次活动。 在前两次,杨子和肖战因为舞台上的互动太甜蜜, 而惹得民情大乱。 在11月29日的重要活动前夕, 她的粉丝们列出了女演员的造型师要做的事情。 此列表包括以下主要内容。 1.不要让头发水平。 2.不要穿完礼服, 也不要追求甜美的风格。 3.不要化妆太浓, 因为一个三十多岁的女艺术家应该像公主一样可爱。 4.造型师请参考拱力和范冰冰, 她们三个身材都一样。 这些评论一出现就引起了激烈的争论。 原因是拱力和范冰冰的粉丝群认为自己的偶像被冒犯了。 她们认为虽然有同一种人, 但拱力和范冰冰明显有着一张难以匹提的神态和奢华气质。 与此同时, 杨子却经常因为体重异常增加而受到诟病。 她也被网友诋毁, 因为手臂大, 肩膀粗。 如果女演员相秘如烟雾不经常出现在公众面前, 但炫耀缺点, 这没什么可说的。 这种上衣的方式无意中让杨子在观众眼中失分。 一些观众的评论。 如果让杨子穿范冰冰的风格, 拱力就跟粉丝脸一样。 甚至粉丝还建议不要再露肩了, 更何况网友对黑没有嫌弃权。 事实是, 他没有迟到, 但一次又一次地固执。 肩膀粗, 手臂大, 肩膀迟了, 大家嫌对了粉丝们也担心偶像, 所以才提醒。 也是人形, 但来不来, 在杨子粉丝的脸上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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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